1990年精華第一段的 柱商混合大樓內 人們面臨道德困境和倫理難題 劇情結合台灣五大奇案 陳首娘顯勝 呂祖廟燒金 林頭姐 軸城過台灣瘋女十八年的故事 是軟劇團的最新作品《石墊》 探討生死哲學鬼神之說 反映時代縮影 在這裡面我們改編了 台灣從清末民初很重要的 民間傳說五大奇案 這五大奇案個別都是很不同 然後很懸疑 然後非常揪心的故事 那我們把它對應到了 台灣近代發展的這30年 那我們要創造一個當代版的 五大奇案 那你會看到台灣從90年代 經濟起飛到後來金融風暴 再到當代很多問題 它幾乎可以說是 台灣社會的一個縮影 你看到的會是一個 具有南方觀點 那具有台灣在地風情 那它又非常的台灣的一個作品 那我們今天要談 比如說談到台灣 很重要的戲劇作品 電影作品 《悲情城市》 或我今天舉例的《星船》 你大概在這些作品上面 可以看到一個 屬於一個世代的縮影 它等於見證了那個時代 而我認為在我們這一代 我們象徵的是80年出生的 現在30幾歲的這一代 我們試著想要打造一個作品 它可以訴說我們這個時代 而把透過一個劇場的作品 展現出來 《國家兩廳院》 同時我覺得它背後 從劇本發想 到最後完成在舞台上的呈現 非常值得 而且絕對值得 一個做創作的人 好好的去觀察這條路樹 這五個小時的大戲 改編台灣五大旗艦 其實是在好幾年前就開始在 心中埋下的一個種子 我們希望說 能不能夠在台灣 有一天我們可以有一個戲 它是可以讓創作者 有好好的一個天野調查的時間 好好的有一個創作的歷程 大家可以蹲下來 好好的蹲 燉一鍋好雞湯 讓表演們跟導演在 排練場可以好好的發展這些角色 然後排練場以外的這些團隊 創作行銷 大家可以好好的在一起 把一個好的作品繼續往前推 石店演員也為一時之選 包含出演大佛普拉斯 與同學麥娜斯的台灣電影導演 莊逸增 曾入圍金鐘獎戲劇 最佳男配角的李承鄉等 邀請觀眾進入劇場 看一場結合台灣真實發生的故事 記者溫宇俊台北報導 最後劇場相見